不少人都喜歡染髮轉換造型 但有研究說 染髮劑裡面的部分成分 都是人體有害 長遠來說 甚至有可能致癌 台灣皮膚科醫生 曾德鵬就說 大部分的染髮劑 都含有發酵物質 塗在頭皮和頭髮上 就會進入血液、腎臟 再透過膀胱排泄 如果長期反覆染髮 發酵物質沒有辦法被排出 就有機會痴在器官上 長期累積 就會導致細胞病變 所以他建議每次染髮 應該隔最少3至6個月 而外科醫生剛坤俊 也曾經拍片 分享說 市面上 有部分的染髮劑 含脂癌物質和重金屬 而這些有害物質 起深啡色 或者黑色等等的深色染髮劑 含量會比較多 所以他建議 應該盡量選淺色的顏色 稍微減少身體接觸到的發酵物 另外 他也提醒 自己DIY研發的時候 應該檢查包裝 選購含藥化妝品許可證的產品 他也提醒 基於研發劑的發酵物質 大部分經由被療系統代謝 排出身體 研發之後應該多點飲水 他也不建議 一年研發超過3次 而每次應該隔至少3個月以上 也有了 自動機 在土地 改變 不同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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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